今天是誰的位置 這邊 來 一個一個點名 上週民進黨立委點點名 黨產挑立表決 民眾黨八席立委 位置空蕩蕩 集體缺席 外界質疑不表決變相挺藍營 基層炸鍋 留言灌爆社群 替民眾黨變手藍 下次選舉怎麼選 延熟多日 黃國昌反怪給民進黨 民進黨不要跟巨嬰一樣 現在是要情緒勒索就對了 只要你票不投給我 你就是小藍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則是日前表態 可視著讓救國團 在符合黨產條例情況下運作 總要有個折衷方案 所以要進委員會討論 不過民眾黨團 上來團進團出 有意見也不能表態 我們還沒有運作過 就是大家投票 不同的一個想法 事實上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是有不同的想法 那如果今天就要回到我個人的主張 我個人那天 我很想進去投一張反對票 對於不同法案 委員們有不同的想法 這也是非常的正常 不過黨團做出決議 就是要讓法案進入委員會 來實質討論 免得被民進黨控訴說 沒有討論 沒有民主 陳舟茲說出心裡話 民眾黨趕緊解釋 黨團有決議要進委員會 但對比2016年黃國昌力挺清查 不當黨產 柯文哲選前轟藍營脫產1.8億吃桑喝辣 如今態度卻變了嗎 黃國昌自己本人在2016年 他在寫黨產條例修正案的時候 他也說國民黨無止無下限嘛 他是不是都要還給黃國昌 還給民眾黨 柯文哲其實在之前也談過啊 不一定要黨團進團出 到底在所謂的黨團會議裡面 是誰主張全部的人都不准去投票 還是沒有辦法產生一個 趁黨他應該有的一個主張 藍營殺多數優勢 民眾黨的不投票 被外界貼上假中立標籤 陳舟茲開第一槍 稱自己想投反對 也讓立院民眾黨團 在上演茶壺風暴 民眾黨最近是不是已經有 那個所謂內訓的氛圍 我先請這個青皇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除了剛才有提到張凱娟的問題 這一題待會兒這個民佑來補充 你們兩個有交手過嗎 彈姐姐來幫你請教 另外呢 我來請教一下青皇哥的是 陳昭茲是吃了誠實豆沙包嗎 因為那個黨產條例表決 上個禮拜民眾黨全部缺席 被網友罵翻了 哇 基層也是狡翻了 說到底民眾黨在製作做什麼 為什麼上班都不投票呢 好多人在罵 但陳昭茲人家他也很委屈 他說人家我個人那一天 也很想進去投一張反對票 奇怪了 那既然有這樣的主張 為什麼沒有表達呢 難道是因為總召踩煞車嗎 黃國昌民眾黨黨團總召 他說不當黨產這個部分 已經翻頁了 如果要回去用 宿集既往條款的方式處理 民眾黨絕對不會贊成 黃國昌有他的想法 這是黃國昌2024的黃國昌 但是時光倒流我們看到八年前 2016的黃國昌 他說我確信 尺度無下限的中國國民黨 沒有悔改可能 不曉得韋傑這邊聽到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時候黃國昌是這樣子罵的 他說該做的事就徹底消滅他 臨時會地案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哇八年前跟八年後 黃國昌同一個人 清晃哥你怎麼練得出來 好我們坦白說 這個他有點像靈魂交換 就是八年前的黃國昌 跟八年後的黃國昌 好像是不同人的靈魂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先談 現在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民眾黨的 中央委員張凱鈞呢 跑到海峽論壇去 緊貼著人家國台辦的主管 然後去跟他講什麼呢 去跟他講兩岸一家親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剛剛所提到的 關於黨產條例 過去的不當黨產 然後國家現在把他追討回來的 那現在民眾黨竟然配合著國民黨呢 就讓這個黨產條例讓他副委 然後民眾黨的委員缺席 然後陳昭之這件事情 好大家來看 黨產條例一件事情 然後張凱鈞民眾黨中央委員 去講兩岸一家親 去貼著人家國台辦的主任 這又是一件事情 但這兩件事情其實都講同一句話 什麼事情呢 就是民眾會很想問 民眾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就民眾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你們到底是要還是不要嗎 我們沒有罵民眾黨不是東西 但是我們很想問他是什麼東西 所謂什麼東西 但是呢我們也不是在罵他 我們之所以在問 就民眾黨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想要搞清楚而已 就是你的政治主張跟思想到底是什麼 所以人家想問的是 民眾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所以我才說我們不是在罵他 我們在問的是 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麼 你對黨產的態度是什麼 然後你面對所謂的兩岸一家親態度是什麼 為什麼來 兩件事情我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 先講兩岸一家親這件事情 兩岸一家親這件事情呢 你看黃國昌呢 被大家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黃國昌其實沒有正面的回答 因為黃國昌的講法是說 後續怎麼處理 問中央黨部才知道 他說他說黨部沒有授權他代表黨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意思是講黨部沒有授權 但是黃國昌講這個話就在回避 你們民眾黨到底支不支持 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的說法嗎 兩岸一家親的說法誰講的 柯文哲講的啊 為什麼主席也可以 讓中央委員就可以 來這個就是我講 大家問民眾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 柯文哲自己講兩岸一家親 然後你的中央委員跑去跟人家國台辦的主任 去講兩岸一家親 但是黃國昌自己之前怎麼講的 我們還原給大家看 黃國昌2018年9月2號的新聞 黃國昌這一則 2018年新聞 黃國昌說 不可能支持中國拋出的兩岸一家親 也看不懂什麼叫做無色覺醒 再講一次 黃國昌2018年說 不可能支持中國拋出的兩岸一家親 而且他還在當時他是時代力量嘛 對不對 時代力量造勢活動的時候 黃國昌他們還有個布條 黃國昌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黃國昌在這邊黑色衣服的 這個布條上面叫 兩岸一家親免談 這是黃國昌2018年的立場 請問2018年黃國昌當時講 兩岸一家親免談 那柯文哲之前講兩岸一家親 那你們現在變同一黨的 請問黃國昌是認同兩岸一家親 還是不認同兩岸一家親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來 黃國昌在2018講兩岸一家 反對兩岸一家親對不對 那現在被問到的時候呢 他不正面回答 他說這是問中央黨部 然後民眾黨怎麼說 民眾黨說 個人民意不是代表黨中央 這個是民眾黨的講法對不對 然後又說要交由中平會去做處理 那你就要問第二個問題了嘛 黃國昌個人已經讓大家看到 他講的話 過去講的跟柯文哲是矛盾啊 民眾黨的處理 請問你們的中央黨員去中國講的話 跟你們黨主席不是一模一樣嗎 對啊 那你現在說這是個人行為 然後說這個東西不是代表黨中央 那請問他講的這個兩岸一家親 有代表民眾黨黨中央的立場嗎 民眾黨黨中央是支持還是不支持的 所以兩件事情的矛盾 大家都很想問 那民眾黨到底主張什麼嗎 所以我才說 他現在大家問的是 你是個什麼東西嗎 你要告訴大家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 黨產條例也是一樣的矛盾 什麼意思呢 大家要問的是 那黨產條例按照陳昭之 民眾黨部分去立委的過去的主張 他應該也是認為 黨產應該要討回來 過去國民黨黨產應該討回來 變成國家的財產嘛 那這是大家問的問題嘛 那現在國民黨要讓這個國家財產 有一部分要還回去 讓他被還回去變私產 那這是大家能接受的嗎 那這個過去陳昭之主張應該不一樣吧 但是除了陳昭之之外 只有陳昭之這樣嗎 不是啊 還有黃國昌啊 我們給大家看這黃國昌 2016年的臉書喔 你看現在都在做歷史大回顧啊 剛剛回顧的是2018年的歷史 現在回顧2016年的歷史 2016年黃國昌的臉書 他說你看臉書貼了一張大圖 叫做追討不當黨產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剛剛前面就是孟琦講的 這個尺度無下限的國民黨 當時其實前面臉書還有兩句話 做這麼無恥的事情還嘻嘻哈哈 經過今天我確信 此度無下限的中國國民黨 沒有回改可能 然後該做的事就是徹底消滅他 徹底消滅他喔 過躲了今天躲不了下架週 臨時會第一案 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這是黃國昌 2016年的時候 7月15號發的臉書的文章 那黃國昌你的立場 這個到底是支持這個黨產 應該要收歸國家 還是認為黨產也可以還給舊國團 結果黃國昌現在看起來回答了一個 回答了一句話 這句話今天大家都在討論是什麼意思 黃國昌說 不當黨產已經翻頁了 翻頁的意思是什麼 那黨產條例翻一頁叫做翻頁嗎 還是你的所謂的翻頁的講法是說 因為我不想講了找不到其他詞 所以我說已經翻頁了 你們換一題了啦這樣子 換下一題 不要再問我這一題好不好 這一題很難回答 因為我2016年的臉書 就已經告訴大家 黨產要討回來 但是我們這次投票的時候 我們缺席了等於保送他 所以你叫黃國昌怎麼回答嘛 所以黃國昌當然換個方式回答你說 我們已經翻頁了 意思就是你問下一題 不要再問這一題了 所以已經翻頁這四個字 來黃國昌的已經翻頁這四個字 請問那你過去的主張 到底主張什麼東西嘛 你是要討回黨產 還是不要討回黨產 你是認為這是哪個狀況是可接受的 你認為國民黨的這個 把舊國團的部分還給他是可接受的嗎 你要告訴大家啊 那這些主張你沒有論述 不告訴大家 只讓大家看到你前後立場 不同的狀況 所以你到底是什麼立場 你要告訴大家嘛 但整個民眾黨呢 沒有讓大家看到這個對外的說明 只讓大家看到粗暴的投票結果嘛 所以粗暴的投票結果是 要不你在擴權的部分 跟著國民黨去投票 要不你就選擇我不投票 但是等同於護航國民黨要的案子嘛 所以兩個狀況都會讓大家想問 那民眾黨你到底主張的是什麼 如果你都不告訴大家的話 對不起啊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最新的民調趨勢一樣 各位看這個圖啊 這是最新的民調狀況 這個民進黨的民調呢 5月到6月啊 這個是5月的到6月的時候 成長大概這個將近1% 0.7% 但是民眾黨看到的是從18.2%降到14.3% 對 這是很明顯的往下掉嘛 那你往下掉掉了多少 從18.2%變14.3% 掉了將近4% 這個超過誤差值範圍了喔 一個月是不是 這已經超過誤差值範圍了喔 一個月而已喔 民眾黨的政黨支持度民調 掉了將近4% 那你就要問嘛 你們的操作方式讓大家看不懂 你們到底是要操作什麼啊 嗯不是一句話 我不攔不律就可以把事情帶過去 沒有那麼簡單 大家在問的是 你的主張是什麼 你的立場是什麼嘛 黨產條例的立場是什麼嘛 兩岸一加薪 你到底是黃國昌說的算 還是現在的黃國昌說的算 還是過去柯文哲說的算 搞不懂欸 柯文哲8年前 4年前跟現在不一樣 黃國昌也可以4年前 8年前跟現在不一樣 那黃國昌可以不一樣 柯文哲可以不一樣 那請問民眾黨現在到底是哪個立場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在看你們的時候 搞不懂你們是什麼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如果類似的狀況越多 對於民眾黨的政黨支持度啊 接下去呢 大家在看的是 這個14%會不會到最後 變成是一層保衛戰 如果真的打成一層保衛戰的話 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欸韋傑議員 像黃國昌這樣子 8年前8年後 態度啊態度差那麼多 你們在新北還要跟他做朋友嗎 不過呢 他現在講到不當黨產條例 他說這個部分已經翻頁了 國民黨的朋友聽到 可能覺得鬆了一口氣了 哇好感情喔 黃國昌 先看起來怎麼站在你們這邊 你們現在是怎麼樣想啊 現在民眾黨的茶壺內風暴 有可能因你們而起喔 因為現在黃國昌跟陳昭姿 很明顯嘛 兩個人態度就已經不一樣 人家陳昭姿是想要進去投反對票的欸 來韋傑 我想剛剛這個親王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大家想要了解民眾黨他自己的主要個立場是什麼 他政黨的一個路線是什麼 說真的真是我覺得每個政黨他要自己延續他的這個 不管是執政也好 或是說他要把自己政治理念去做個實踐 你的路線非常的重要 但是剛剛親王講那麼多 其實親王自己講出的重點卻沒有把他講出來 因為怎麼說 八年前是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現在是民眾黨的黃國昌 當然不一樣啊 你懂嗎 所以他不一樣 就像八年前的柯文哲 他說他是墨綠的啊 但他現在又說他不蘭不綠啊 所以他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 但我覺得沒關係 如果說你是因為議題 就個別議題 個別的這個事件 你有不同的一個闡述的方式 OK 但就像剛剛大家提到就說 為什麼很多的一個這個事件上 你們黨內卻沒有辦法有 這個一氣呵成 或是說大家可以團結一致的對外的一個說詞 一個方法 所以我想不管 但這個你說不但黨產的部分 你說如果單就這個救國團的部分 說真的你硬把這個救國團說是我們的這個黨產 說真的很多救國團人也覺得很不公平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分成兩個程式來討論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就是說 不管他們的這個路線是什麼 我還是認為一個主要的一個政黨 有影響力的政黨 還是要把自己的理念跟路線 讓民眾了解清楚 當然我覺得政治人物可能有些時候 可能話語的前後的一個 不管是矛盾也好或是什麼 那我說真的大家都會來檢視嗎 像剛剛清華大家都檢視很多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像張凱鈞去海峽論壇 他是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他意思是有說他跟黨中央報備 黨中央也說OK給他去 但是他去講的話 現在黃國昌說黨部沒有授權他代表黨去參加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有跟黨報備說他可以去 但是回來黃國昌又說 我們沒有黨部沒有授權他代表黨參加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戒毒 這個就有差別嘛 就像剛剛庭委員跟民佑在講說 我們是連聖文副主席帶隊去參加這個海峽論壇嘛 所以他講的這個言論 黨部就會概括承受嘛 但是他只是跟黨部報備說 他們跟他民眾黨說我要去 要去但是你用掛著民眾黨的中央委員的一個言論 大家會認為是在質疑說這是民眾黨的一個立場 那只是說民眾黨說沒有他黨部沒有授權他去 他只是跟報備說他要去 但是他的言論不代表黨部的一個立場 那當然就像剛剛一樣 可是柯文哲說兩岸一家親嗎 那真的是聽了越來越聽越困惑 那你到底你現在立場是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民眾還是想要了解你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常常就立場很簡單 我們參加海峽論壇 你們就蓋瓜承受了啦 汪小林就是你們啦 我們參加海峽論壇 也是希望把台灣的聲音可以藉由這樣的管道 如實的讓大陸方面知道 那至於他能接受多少 我覺得作為我們在野黨 我們該做我們就盡力做嘛 而且他也願意跟我們對話 我們就把我們了解台灣的民意告訴他們 就這麼簡單 來 韋傑我必須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張凱鈞說不定他心裡也覺得委屈委屈 是怎麼主席可以說 是怎麼我說回來 現在大家意見這麼多 是不是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民佑我們繼續來討論 我們要不要再誘一下 我們到此時